- 癌症hold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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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清榮 - 我們今天很高興地邀請到台北醫學大學復社醫院的學醫腫瘤科 - 解正醫師來到節目當中 - 解醫師你好 - 妳好 又見面了 - 你們醫院的名稱要不要短一點 - 我每次唸都覺得好長 - 不然你說的 北医血腫科某某人 這樣就好了 OK OK 好好 謝醫師今天我們要問的這個問題 有很多網絡的謠傳說 得癌症 如果去手術或切片 會不會把那個癌細胞 就不小心拉到旁邊的地方 然後癌細胞就擴散了 這個迷思很多 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做癌症手術 有沒有可能造成癌症的擴散 因為你開刀 你如果沒注意這支刀子揉下去 然後我本來在這裡 結果你就給我挖到旁邊 旁邊就中了 有沒有可能 Yes or no 這裡牽涉到很多因素 假設開刀的時候腫瘤已經很大了 然後它在搬動它 翻動它 它會會跟 我們台灣人說會在那裡燙來燙去 沒有好看嘛 燙來燙去 香來香去 它有可能就會跑出來 在局部的地方留下來 或者有時候它會潑灑 有時候它有個囊什麼的 對啊 破掉 本來要整個好好的把它拿出來 破掉了 結果它會破什麼 這個當然有可能會留在體內 這個是同意的 可是一般如果一個好的手術 好的外科醫師 都會盡量避免這種情形發生 它也不會在裡面就在那邊切 剁 它會好好的整個把它拿出來 你說整個東西 器官拿出來嗎 我實在太大了 根本就拿不出來 它必須只好把它斬斷 或是從哪裡根部 不要跟血管分離或什麼 它做了在裡面的這種 切除的動作 動作很多的時候 這個的風險 在裡面局部擴散的風險就會高 所以我們避免 有一點點 避免做這樣的事情 對 但是現在技術有沒有好一點 現在技術當然不像以前 我們手術的 醫師的工具多起來了 然後手術的經驗也多起來了 譬如說什麼東西 可以幫助避免這個問題 避免這個問題 你其實要找到的不是機器 而是找到一個好的外國醫師 這個是比找到機器更重要的 哦 OK 但是有一個我覺得最基本的問題是 癌細胞會不會 比如說本來我長在大廠 你在幫我開的時候有沒有 不小心回了我的 比如說胃 那它會不會去做種在胃 也就是癌細胞是不是一顆種子 它是不是有那種生根發芽的能力 生根你知道嗎 它就播散到那裡 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 被你不小心組織血液沾到 它就種在那裡了 外科醫師的眼睛 沒有辦法看到很小很小的腫瘤 有可能病人肚子打開了 事實上很多小的點點已經降落在其他器官上面了 對 可是那麼小一個東西 外科醫師的眼睛是不可能去看得到的嘛 只能看得到東西拿出來 事實上它可能已經散布出來了 在腹磨上 或在你講的各個其他器官上 這相當有可能的事啊 所以你不能怪說 這是因為手術關係造成它擴散 那這樣就完蛋了 OK 好 所以呢 除了癌症這種手術比較大 開進去之外 還有一種是 一開始要去確定你有沒有癌症的時候 做切片 一樣是切入嘛 就是外來侵入性 拿一點組織出來送檢查 會不會癌細胞也要擴散 在過去很久以前 我們的切片的技術不進步的時候 就直接就是進去就出來 對啊 所以它是單管的動作 單管動作有時候呢 會造成它癌細胞會掉落在正常的組織的那個路徑上 所以本來沒事的就被我們帶出來以後 可能在傷口地方就長出來了 可是現在切片的都是有精準的儀器 譬如說我們用斷層機做 導引就很精準 正確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用一個保護外管 那真正切片管是在內管 所以拿出來的內管 因為有外管保護 所以也不太可能會沾到我們病人的正常組織 你是說你那個機器已經精準定位了 精準定位 然後呢 一次就one take就可以拿得到 那你進去的時候是兩個管子都進去 一般如果情況允許的 如果說你的腫瘤太小了 當然是沒辦法 如果腫瘤有一個體積的話 當然我們會有保護性的外管 會在外面保護人 真正會有污染 擔心會有癌細胞污染的內管 是在裡面走的 所以這種情況是越來越少見 越來越少見 OK 可是切片其實是很多人做啦 那切片有沒有風險 比如說 雖然你講得這麼精準 但是畢竟旁邊血管什麼都靠得很近 挨得很近 會不會有時候切片會有風險 在沒做之前 切到的那個更 對嗎 有可能 有可能 醫生就會看 他說 這個機會大概風險太高了 他就不會做了 如果這個風險是很低 然後又有精準的導引的斷層 這個是可以做的 所以這個都要經過事前評估的 所以我們不會冒險做一些 我們讓自己也很不舒服的事情 讓病人也很 到最後曝險在 你知道內部你說切到血管 哇大叔血真的有很麻煩 可是會不會有一些器官的 疑似癌症的切片風險是比較高 比如說肺 因為肺本身是 等於是一個氣球般的嘛 沒錯 它當然都有氣胸 我回答嗎 它有氣胸的機會 血胸的機會都有 請問肺的切片要怎麼做 肺的切片喔 病人要配合喔 叫你吸氣 閉氣 你就 不可以 你是真的把一個東西戳到我們的肺裡面 沒錯啊 那我就有動了耶 肺就有動啊 不過是這樣子啦 就是你即使有很小的漏氣 一般你大概休息個一兩天 第二天我們X光照沒有很明顯的氣胸 一般都自己會復原的 哦 對 所以不用太擔心那個 即使它已經造成氣胸 血胸 我們也是可以有處理的辦法 嗯 就是說 阿姨 對不起喔 讓你造成一些這些 對不起沒有用啦 我會負責到底喔 我幫你放一根胸管 我幫你引流出來 你一樣過兩三天以後 把管就可以出院了 哦 這個是必要的 付出的代價 偶爾還是會有發生 一定會發生的 譬如說一個Percent 兩個Percent 嗯 這個有時候想想 這個還算合理 還是必要是不是 對 我沒有拿到簡體 我沒有辦法診斷 我沒有辦法診斷 我沒有治療計畫 嗯 嗯 最重要的目的是這個 所以肺因為跟心臟這邊血管 比較多比較近 對啊 還有一些在肚子裡 肚子也有危險嗎 你在胃的後面啦 你在胰臟頭的附近啦 旁邊都是血管啊什麼 那一座都是很 風險蠻高的 到最後大家乾脆就說 那我就內視鏡進去好好夾一個 大家都很安全 就是這樣子 內視鏡跟 你剛剛講的切片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不一樣 那個要進到開刀房去了 哦 要麻醉了 啊 切片不是嗎 也是切片嗎 也是切片嗎 沒有 我覺得越問最細就越蠢 你看到嗎 醫學實在是很複雜很複雜的學問 你講的內視鏡切片 跟一般切片是不一樣的 那不太一樣了 一般切片就是從頭到尾都知道嘛 就是沒有麻醉 沒有啊 拿一根針而已嗎 當然局部會麻醉一下嘛 就是用針進去而已 大部分都是出針或吸針是這樣 你說的內視鏡是 內視鏡開刀房 全身麻醉 從肚皮打兩個洞進去 哦 這個叫內視鏡 或是一個洞啊 看它怎麼操作 哦 OK OK 好 那切片之後 我們要注意什麼事情 切片後啊 就是醫師會警告你說 你如果在肺部切片 你小心氣喘啦 咳嗽啦 咳血啦 咳嗽 要趕快回醫院喔 啊肚子都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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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 偶爾會發生這個事情 OK 那還有什麼 啊你就先減重了 所以主要是肺的部分 主要是肺的部分 最常遇到的地方 最常遇到有風險的 對 當然還是這樣 那肚子的話就可能 看你切的位置 你是腎臟啦 還是你是肝臟啦 還是主要還是流血啦 我想腹腔裡面有什麼氣體 腹腔流血我整肢啊 哦 那大概 你會覺得很虛弱啦 會冒冷汗啦 血壓會不穩啦 頭暈啦 那當然只好趕快回醫院啦 嚇死人了 真的會喔 我們會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就不會說 切片完馬上就讓病人回家 通常我們可以讓他觀察一個晚上 哦 第二天然後看 這個人又好好的沒事 然後再將我剛剛講的那段話 告訴他 主要的須知看一下 我們就放人了 哦 哦 所以不會馬上回家啦 放心啦 一定會給你觀察一下的 那應該絕大部分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絕大部分是OK的 因為你們每一天切的真的蠻多的 所以有風險 但是我們會處理 哦 OK 好 那這樣應該夠清楚了 結論回到我們的迷思就是 會不會透過癌症手術或切片使癌細胞擴散 絕大部分是 不會 就是要不得答案而已 OK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謝醫師 謝謝 謝謝 好 為你打破迷思解答疑惑 幫大家把健康hold住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為我們按讚 開啟小鈴鐺 訂閱節目等等 反正大家都會 OK好 下次見 拜拜